哈喽各位石油大家好 我是小羊毛Darkin 欢迎收看台湾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如果家里的猪龙草长得太高了 那要怎么办呢 猪龙草呢是属于一种多年生的藤本植物 那他们的植株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长高长长 并且攀附到其他的植物身上 这是为了要获取更多的阳光 还有生长空间 当猪龙草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 它的肌部也就是靠近盆土的地方呢 它的筋干会慢慢的变黑变硬 那这是为了要快速的输送养分和水分 这是属于正常的木质化过程哦 还请大家不要过度担心啦 那如果猪龙草长高了以后要怎么办呢 方法有两个 小羊会建议大家依据植株的状况不同 我们来做划分 如果你的植株还没有长得非常高 还有成长的空间的话呢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树线来把植物的筋干固定住 除了美观以外呢 稳定它的筋干呢 也可以提升结平的几率 毕竟植物是非常聪明的啦 它不会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况底下 让自己在那边摇晃摇晃的 还结出一个大瓶子来 最后把自己的筋干都给扯断啦 那么如果你的猪龙草的植株已经长高到无法再继续生长下去的呢 那我们就要进行方案二 也就是动刀来修剪它们啦 小羊会建议大家定期修剪植株下方的老叶 让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得到肌部 那这样子肌部就会有机会可以长出侧牙来 那为了要让侧牙能够有足够的叶数和尺寸能够生存下来 小羊会建议大家可以等侧牙成长到展叶直径超过15公分以上 并且有3到4片以上的健康叶时 那我们再来剪下过长的主牙 那由侧牙来取代主牙 这样子整个植株就会变得健康又漂亮啦 至于修剪下来的枝条呢 我们也不要浪费 可以拿来练习千叉 首先把已经木质化变黑的部位呢 给它切除 保留鲜绿新鲜的部位 那这样子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将枝条修剪到10到15公分左右长 每一根枝条保留3到4片新鲜的绿叶 并且将切口插入到准备好的水瓶之中 定期更换或者是添加新鲜的水源 等候1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切口处有长出黑色的根系来 就可以植入到新的盆土之中 那这样咱们就又成功的繁殖出一颗新的猪笼草啦 透过以上的方法 我们不但可以让家中的猪笼草呢 保持一个干净又美观的高度之外 还能够定期的千叉繁殖新的猪笼草 不过在这边小阿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心理建设 千叉繁殖不是一定都会成功的 它还是会有基本的失败几率 所以请大家不要得私心放得太重啦 那有关千叉的详细介绍 小阿会推荐大家可以到书局或者是网络上购买 小阿的新书 在家也能种食虫植物 或者是点选影片下方的连结 进入到小阿的部落格文章之中 一面都会有非常完整的介绍咯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啦 祝福各位栽培顺心 如果您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还请您帮小阿按个赞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再见啦 拜拜